你好,我是昆仑流石,欢迎您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前文书咱们正说的,乾隆皇帝召集了这个墨西蒙古准戈尔韩国 投诚过来的胎记们,就在这避暑山庄之中啊,开了一次御前会议 因为这双方的目标啊,是一致的,所以很容易呢,这两方面就达成了共识 什么共识啊,就是啊,两方面啊,拧成一股劲,抽他个达瓦奇小舅子 哎,这大清国呀,要向这个墨西蒙古准戈尔韩国出兵了 乾隆皇帝和自己的这些朝臣,还有这些外蒙的太极们呢 商量出来的进兵时间呢,是明年的秋天,也就是啊,乾隆二十年的秋天 为什么要赶秋天啊,因为到了深秋的时候 经过这一下天的修养啊,这战马是最肥的时候 这会儿啊,你骑着这些战马呢,出兵打仗 那么这些战马所给你提供的战斗力和效果呢,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说呀,才定为了秋天,就在这会儿可就有人呢 给这乾隆皇帝提了建议了 这人是谁呀,您还记得和这个阿姆萨纳前后脚投诚的那个 准嘎尔韩国的宰僧叫做马木特 他跟这个乾隆皇帝建议说呀 在外秋显之时,我马肥,比马亦肥 不如春月趁其未备,且不能远顿 可一战秦之,无后换依 哎,这个建议他出的好啊 出其不易,趁其不备 这可是兵法里边的妙法 再者说呀,这话说的像个中原老学就说的 极尽拍马屁之能事 哎,这皇上打猎呀,他不叫打猎 哎,这打猎嘛,听起来就是为了口吃食 这皇上打猎呀,为了是啊,练兵 为的是不让这些武将士族望本 所以说皇上打猎,他另有叫法 并且呀,这四季的称呼啊,都有所不同 哎,他分这个春宿,夏苗,秋显,东首 那为什么在这儿,这马木特要用秋显来形容这乾隆皇帝 发兵墨西,攻打准个二韩国呢 那意思是说呀,天子发兵到你那儿去平定你呀 那不是专门去大耳瓜子处你的 这天子怎么能脸皮那么厚,专程的去杀人呢 哎,玩着干,一边打猎,捎对手啊 就把这事办了,那他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哎,他的意思是说呀,到秋天的时候 咱们马肥呀,这敌方的马也肥 所以说呢,咱们呀就不如趁着春天进攻 出其不易,攻其不备 这样啊,咱们去打他呀 虽然在战马上稍微费点劲 但是也防止了对方啊,他逃跑 为什么呢,因为春天的时候啊 整个墨西草场上没有草 所以说你就让他逃,他也逃不远 他只能围着城池的屯草的地方转 这么一来呀,哎,就能够一举歼灭敌人 永绝后患 实际上,马木特这几句话 不光是给乾隆皇帝的建议 而且呀,从另一个侧面 还提醒了乾隆皇帝 是这么回事 这马木特提出来的建议固然没错 这清军呢,还有另外一个优势 单从战马这个层面 比起这塞外蒙古的战马呀 清军的战马可能不太受这个四季的影响 因为呀,这清朝政府啊 他也是从马上得的天下 所以呢,对这个马甲 对马匹有一项独立的开支 叫做马甘银 也就是说呀,这水草跟不上的时候啊 这个政府就会发给这些马甲马甘银 这马甘银是干嘛用的 是专门啊,买黑豆喂马用的 比起这些外蒙的马 专门啊,靠放牧啊 这关马呀,他每顿饭呢 有料豆吃 到了春天呢,也就不会太拉标 所以乾隆皇帝认为春天出兵 准改尔呢,是大庙之计 哎,既然这事定下来了 那就得备战了 这大清国朝廷的文臣武将们 开始进入了忙碌的备战期 在这儿啊,咱们就不得不说一句 什么叫做良性的政府 良性的朝廷呢 就是这样 这件事情没有定之前 大家都可以有意见 各书几件嘛 一旦呢,这皇上圣旨下了朝廷 拍了板,该打了 那么这满朝文武成功啊 就应该劲儿往一处使 按照这个既定的计划来办事 人家说这大清朝吧 开始啊,这满朝成功啊 多数不愿意打仗 那么现在这皇上指议下来了 决定啊,攻打准改尔 那大家呀就各忙各的 为备战做准备 为打仗做准备 为打胜仗做准备 我给您举个好的例子 那就比如说呀 当年三国时候的东吴 文臣主和武将主战 最后呢,吴主孙仲谋一拍桌子 说打 那全国军民上下 同仇低看 一股作气火烧战船 就把这曹子哄回老家了 那么有没有这不好的例子呢 也有,您就比如说南宋 也是啊,这武将主战 文臣主和 但是啊,这个高宗皇帝 一声令下说他们打 哎,这岳飞是冲上去了 可是啊,后边有秦桧等人呢 在后边撤走 才有这十道金牌 调回岳飞 风波亭自毁长城 哎,这话说多了 咱们啊,接着拉回到乾隆年间 说说这大清朝廷是如何备战的 第一件事情啊 就得在全国范围内 征集马匹 粮草牛羊 那有人说这要牛羊干嘛是啊 这牛羊啊 是活的粮草 尤其啊,是在草原上打仗 您可以把它轰到前线啊 为战事服务 哎,什么服务呢 就是吃了它 并且啊,分别在西北地区 东北地区和内外蒙古地区 调集军队 哎,集结在这个 大清国和准盖尔韩国的边界 在青史稿上啊 以及这个清代史料上 很难找到备战的细节 不过呀 俄国人他鸡贼 他都给记着呢 他们写过一本叫做蒙古史的书 这本书呢 您只能当玩意儿看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史料呢 完全都是啊 俄国人的视角 史观史论 全是前苏联一些落后的观点 所以说啊 我负责说啊 您负责听 哎,不用往心里去 那么这书上是怎么说的呢 这个按照俄国人的说法啊 他说这个清帝国当局和司令部 已经忙坏了手脚 清军司令部决定 让全体士兵骑马 这样一来呢 就掀起了大规模的 强征战马的浪潮 当局毫不犹豫的收走了 在外贝加尔地区 守卫俄中边境防守士兵的战马 并且呀 在半路上 不管商人们的死活 拦截商队 夺走他们的马匹和骆驼 一切都要服从于准备好的决定性的进攻 这俄国人写的史书 只要一提到我们呀 那总是那么的刻薄 所以说呢 我提到他们呢 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好话 这大清朝廷啊 给每个士兵都装备了火枪 马刀 还有啊 缩镖 以及四十支装满弓箭的箭带 并且呀 还配备了强大的速射炮的炮队 这里边啊 就多少有些出入了 清达准干尔啊 用的是骑兵 所以呀 这个火枪呢 它并不一定啊 就是优质武器 比起这装填繁琐的火枪啊 长矛 马刀 以及这个弓箭 才是最好的马上装备 并且呀 那会儿的大清炮队呀 也不都是速射炮 大清国呢 配备了很多的冲天炮 射程更远 威力更大 至于呀 这大清朝廷从远东的边防军钓马 那么钓自己军队的马 叫什么强征呢 这关于不管商队的死活 抢了商队的马匹和骆驼 那这俄国的史官呢 那就可能有点情绪化了 也不知道啊 他看见没看见 这就是啊 清政府在乾隆十九年 为了攻打准个二韩国做的军备 那么下面该干嘛了 这下面啊 该填坑了 对喽 咱们该说这乾隆皇帝是如何 为了动员参战的官兵将士 以及满朝文武成功 该给他们呀 发奖金了 在这儿啊 咱们还是那老规矩 咱们只说当兵的 咱们不说当官的 当官的题呀 也是一带而过 因为呀 他们古今一礼 这当官的永远不止的工资过日子 那么这乾隆皇帝是如何 给他们发这些制装费用的呢 大臣官员啊 各这个赏奉两年 哎 这说的很清楚了 这帮当官的呀 每人呢 多给两年的工资 京师的前锋护军 哎 赏银四十两 为什么说呀 单说这个京师的呢 因为京师和住房军呢 平时的工资就不一样 所以说赏银也不一样 住房这个满兵啊 各赏三十两 我跟您说说啊 这个四十两跟三十两啊 是什么意义呢 这四十两跟三十两 就是他每月工资的十倍 也就是说呀 这京师前锋护军呢 平时工资就是每月四两 住房满兵的骑兵啊 每月工资就是三两 这绿骑兵呢 也就是啊 这名人部队 哎 说白了 就是汉人的兵 每人呢 各赏二十两 这您就听明白了吧 这绿营兵啊 和八旗兵的工资 差距很大 就连呀 随营的挑夫差役 每人都有二两的赏银 并且呀 这钱花的还不是大头 大头在哪呢 这乾隆皇帝决定啊 重赏这鄂鲁特兵 也就是啊 这帮投城来太极带的兵 这大清国呀 给这些新来投的 这些蒙古鄂鲁特兵啊 也重新编制了 给他们是怎么的赏银呢 管齐张经各赏银二百两 副管齐张经各赏银一百五十两 参领各一百两 左领各八十两 萧綦孝各六十两 剩下的所有马甲呀 是每人三十两 那么为什么还要如此重重的赏这些蒙古骑兵呢 前文书咱们就交代过了 这乾隆皇帝有自己的小心思 即便是攻打着厄鲁特蒙古 乾隆皇帝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八骑兵冲锋在前 对喽 他得指望着这些蒙古汉子自己去打冲锋 这就是乾隆皇帝所谓的以厄鲁特制厄鲁特 这精彩回幕就在明天 朝廷大军攻进墨西蒙古 才要升秦 打瓦齐